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徐汇区康建街道 有一支桂林皮影戏班 戏班成员都已迈入古兮之年 但他们仍然坚持每周为观众演出 皮影周周演也让这些老艺人经常相聚在一起 康建桂林皮影历经百年 已传至第四代 沈龙刚 沈明全 一年过七十的桂林皮影传承人沈龙刚 回忆起初次见到皮影的样子 有些感叹 也有些枉然 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好像是五六年 五六年应该我是十一岁 那是我们称赞演出的乐会传 我们这些小朋友们 小时候们也喜欢看看连框画 那时候连框画一般的 历史故事很多的 约会在水湖呀 还有什么 杨家将也有 所以这个皮影系我们一看就懂了 儿时的经历 让皮影系牢牢地印在了脑海中 直到沈龙刚 真正开始学习 皮影技艺 真正接触的皮影是七九年 七九年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 发展演员叫杨华生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抢救民间的艺术》 这个其中呢也包括皮影 木偶啊什么的 因为一篇文章的触动 沈龙刚 依然开始了皮影系的学习 但时代的变迁 却让皮影系起起落落 一度冰尾 说起曾经的皮影 沈龙刚止不住的叹息 这个皮影这个是失去了 对吧 帝王江湘啊 彩子的家人啊 都是感受历史舞台的 不允许演的 这个皮影们 道具也这个是失去了 都烧掉了 沈龙刚的脸上满是遗憾与惋惜 作为康健桂林皮影班的领军人物之一 沈明泉只因一次相遇 便与皮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去这个皮影系是2006年的时候开始吧 那时候还在上班 没有退休啊 是我的姑父 徐胜林 他这个西班子的班主 他跟我说 你退休了 好好地 来学学我们皮影吧 这个飞翼 像我们现在 基本人也很少 那时候我也兴趣很高的 我就答应了 那时候2006年 当时 沈明泉 虽已年纪六十 但依然勤勤恳恳地练习基本功 最开始嘛 学音律 皮影的音律 二虎啊 底子啊 各种音调啊 这么的 曲调熟悉 后来嘛 要我去 要我再学这个表演 所以说呢 一荒呢 也已经 到今年也十三年了嘛 过去 他们将树在时光 投入到皮影传袭中 又用半生魔力与沉淀 沈明泉说 演皮影 也就是演艺人生 我们康研界的 桂林皮影传的特色 是老的西梯崩子 连续演的 演这些古老的古书当中 也是宣传着 人 意 理 自信 就是到底 做人的脑力 已迈入古兮之年的他们 仍然没有停止脚步 然而 他们的鬓角已经翻白 他们的双目不再清澈 他们的行动渐渐迟缓 而他们之中 有些已经离我们而去 传承成了他们最忧心的事 桂林皮影传面临的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后期发展 后期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都年纪大了 那时候 把六四来说学了 现在七十多了 也力不重心了 好多事情 所以说呢 现在面临的问题 还是比较严峻的 如何让这月动百年的灯影声声不息 流传永续 成了许多人共同的愿望 2018年 康建外国语实验中学 康建外国语实验中学皮影社的成立 但孩子们也各有说法 一开始选择皮影系社团呢 其实是对它的一个有趣性 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参加完皮影系社团之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皮影这门文化 它不只是一门文化 它不只是一门非遗 它也是社会大众对于 皮影系这门文化新的一个认识 让更多人感受到皮影的新火相传 这也是我们社团的目的所在 有的同学被皮影的魅力所折服 参加这个皮影系社团是因为 本身呢就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定的兴趣 然后对这种戏剧表演 还有那种绘画的方式也很有兴趣 然后呢就参加到这个皮影系社团 兴趣与热爱让同学们聚在了一起 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对皮影又有了新的认识 这个将近一个学期的 皮影系的学习 我也是对皮影系更加的了解了 刚开始看的时候 我还觉得皮影系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但后来我就 后来我自己学了这个方法 真的就是不是很简单 要花很多功夫 像就单单如果只是制作一个皮影的话 也很困难 也要花很多的步骤的 然后操作也是有 操作的话也是 怎么做到这个人物表演的很自然 前来都表演 那个神态都要表演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的 的确 要学会皮影表演技艺 不是一件意识 所以两位老先生教授孩子们时 总是一丝不高 在同学们的眼中 老先生们又是这样的 那个神老师呢 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时候也是很严厉的 但是平时嘛 也是比较可爱的 就算是又可爱又严厉的一个老师吧 他虽然就是挺严厉的 但是有时候就是 就是很耐心的 就会 帮我们一遍一遍的 就是指正 就是我们也 就是做的欠缺的地方 每次 都比我们 找到这个教室来 进行准备什么的 觉得你们很辛苦 我是很敬佩他们的 想对他们说辛苦了 比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讲述着古往今来 遥想新世汉武帝剑影思人 那一顾青人城的倩影 在灯影浮动间 飘飘渺渺 一曲金歌铁马 唱着多少英雄豪杰冲锋沙场 道尽一将功成万古枯 稀稀凉凉 比影也寄托着爱恨生死 念唱着悲欢离合 而这些老艺人们 站在三尺戏台前 舞动着百万雄兵 唱遍历史的潮起潮落 说尽华夏的春去秋来 有多少喜怒哀乐 又有多少至善至真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 皮影这一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 才能穿越历史的烟尘 依旧历久迷心 熠熠生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